大肥 大肥這個派系呢 很薄 薄得來 像少女的 嫩嫩的皮膚 那你覺得她是 屬於幾歲的少女 14到16歲 大家好 我是林北亞松 在我旁邊的人類是 南華阿勇 阿勇在發生的最後一天 今天是一個充滿 感情的早上 為什麼 因為我帶阿勇來吃 我從小就有在吃 但後來才瘋狂愛上她 這一間呢 叫做大肥米魂粿 大肥米魂粿呢 是我們白嘉莉 或者是巴生 比較屬於華人區 比較熟悉的一間店 它已經快40年了 所以因為 LAST DAY IN CLANK 我們要讓阿勇感受到 巴生人的 重磅初級 現在才早上10點 請你看看店裡面的狀況 在這邊點餐 一定要等30分鐘 或40分鐘以上 這麼久喔 它是一鍋一鍋 所以呢 你只能一碗一碗等 你對米魂粿有期待的嗎 我很少會吃到米魂粿 所以不是你愛的 那就是不愛嘛 不要在家店這麼客套嘛 不愛就不愛嘛 我告訴你沒有關係 愛不愛太極端了 有些人跟你沒有關係 但你沒有不愛他 所以你跟米魂粿的關係就是這樣 嗯 關係就是我知道你 你知道我 OK 他哪裡知道你 你瘋了嗎 我每一次回來 我一定會 至少一次 來這邊吃 但是來這邊吃 真的有很大的挑戰 要有位子 那沒有位子 你就要跟別人並說 再來呢 因為它是一鍋一鍋的煮 所以你至少要等30到40分鐘 這個要有心理準備 它有一種巴生人家裡媽媽熬煮米魂粿的味道 所以你是想媽媽 媽 我想你了 可是我告訴你媽 你做出家常味 你還未必做得住人家商業化喔 它的味道沒有變 我曾經也移情別戀過別家米魂粿 因為呢百家利花園我家來要一段小距離不遠 但你就知道如果有更靠近的進水樓台呢 你就移情別戀了 最終是一種兜兜轉轉 最近身徘徊了 好幾回 那米魂粿就在燈火藍山處 還是回來這裡了 我希望你會覺得挖啦 如果你吃了沒有挖一下 我就把那個醬魚仔湯 然後淋在你身上 而且米魂粿的特色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什麼 紗爪那個 要用手絲 而且每一片絲的大小厚薄 必須接近 我認為啦 它其實就是那種鼎泰鋒等級的SOP 每一片厚薄度大小 我甚至覺得重量應該都相去不遠 當然沒有鼎泰鋒那麼的精準到每一片 每一顆小龍湯包都是一樣的重量 但這個我真的覺得屌爆了 發生人的王者風暴 我告訴你們 拭目以待 完全沒有感情的期待 我前面講最大車的話 我告訴你它最高興的就是長像這個 根據我的了解 自從它這一邊早上九點 大概八點多九點開始 供應米魂粿開始 一直到它傍晚五六點啊 你看心情它賣完它就打烊了 你要看你的命運 這整個過程當中是沒有冷場 等於說你什麼時間點來都得等 你會不會覺得巴神很神經病 吃什麼都要等 對耶好像選擇不多這樣子 屁耶 你跟巴神道歉 我們選擇不多嗎 可以啊我可以帶你去五分鐘上菜的 都要抓到門了 我們離開這裡啊 每個人喜歡的派系不一樣 那它這一家的米魂粿呢 主要是主打非常薄 我剛剛看了它戳那個的時候 很薄耶 我都以為我要吃洛地醬奶 不要鬧可以 不要在米魂粿的店 然後叫人家賣洛地醬奶 OKOK 大肥這個派系呢 是蠻多人喜歡的 因為很薄 薄得來 像少女的嫩嫩的皮膚 我是蠻期待它的薑魚仔 我帶你來吃米魂粿 你期待它的薑魚仔 不是特點嗎 那個薑魚仔 上面放那個東西進去 我覺得大肥最邪惡的地方 就是我小時候不僅移情別戀 我還那個打從心底 瞧不起它 就是說 幹你每次都要等 我才不要吃 老子不屑吃 後來我就屈服了 開動 先適合它的湯 老闆每天用大概四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去熬製這個薑魚仔小魚乾高湯 整個麵粉果呢 兩個至大關鍵的靈魂人物 之一就是這個薑魚仔高湯 你對一個人 可以每天做四個小時同樣的事情 有那麼深情嗎 老闆有 他對這個湯 比對老婆還親熱 這個湯真的很麻麻 像我自己熬高湯 我就是會熬薑魚仔湯 你是不是喝過 這就是一般家庭的味道啊 這個高湯你可以做任何湯類的東西 因為它有那個魚的鮮味嘛 而且它的湯是很清澈的 所以為什麼他們老闆很堅持一碗一碗的煮 因為你全部大鍋煮 那個湯就會煮掉 其實它的湯很清甜 可以喝得到 喝得到老闆對薑魚仔之戀的味道 不是啦 它的汗水味 沒有啦 看好噁 那個層次 湯的層次 唉唷 你又要來層次了 來來來來什麼層次 蘸到那個菜 它就有菜的味道 薑魚仔的它就有薑魚仔的味道 就是說它可以 搭任何東西都是可以的 來來來來來來試試看 靈魂人物之二 麵粉果 米魂貴本人 我的想像就是 吃那個 一整碗的雲吞 它的雲吞是裡面沒有肉的 乾超噁的 那個超噁的好不好 那個完全毫無口感 因為它是偏軟的嘛 OK 你這個想像我也可以理解 什麼感覺 雲吞皮嗎 完全不是一個層次的 薄如禪翼 吹彈可破 我問你講它口感像什麼 你看它又滑 它又吹彈 它就是少女的肌膚 而且呢 它就像那個粉嫩的少女 一直在 slap你的舌頭 一直拍 一直扒你的舌頭 情趣扒 有嗎有嗎有嗎 大肥米魂貴呢 它的主要組成 就是它的其他配料有 豬肝 薑魚仔 青菜 還有這個老闆 剛用一張很雞巴的臉 跟我說 其實喔 它的肉 就是用簡單的薯粉 去稍微裹一下 然後用一個秘訣技巧 去讓它鬆一下 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說 它的肉怎麼吃起來 哇 幾乎難以忘懷 還有人懷疑 他們去用鬆肉劑 老闆說 我怎麼可能去用那種東西 馬來西亞人的早餐 米魂貴就算了 然後配這個 超可怕 然後我們有加料 醬魚仔 還有我個人的真愛 有從書 他們這邊是堅持手工製作 一碗一碗煮 所以你就得等手撕 它最屌的我覺得 它可以訓練到它的 站在鍋前面的那一排 它的員工 每個撕出來的都非常厲害 他說至少要訓練三個月 而且是一直撕一直撕 一直撕一直撕 撕到天荒地老 撕到摧殘可破 撕到轟轟烈烈 然後醬魚仔只有一個條件 其他我不管 脆之餘不能死鹹 可是因為它剛剛好帶一些鹹 很麻煩它的就是 還有它的油蔥酥 你看多漂亮 加肉魚 它原本就有加了不是嗎 有 米魂貴如果類比來講 像台灣我們吃到的 麵疙瘩 近似麵疙瘩 但是麵疙瘩呢 厚的一團的 口感非常的飽滿 扎實 它那個真的就是 圈圈倒肉 然後這個是吹彈可破 所以是一個天堂 一個地獄 不對 哪個是地獄啊 麵疙瘩 麵疙瘩 這個帶我上天堂 那個油蔥酥好香啊 很多人像我一樣 從小吃瓜 不會長大 我小時候 就住在大肥米魂貴這一排店 再往前走幾分鐘路 就到了 兒時記裡面應該有大肥米魂貴 我為了我曾經的怡情別戀 向你道歉 你現在絕對是我心目中 米魂貴第一名 沒有懷疑 在我心目中也是一樣 第一名 因為它其他名它沒有吃 好吃的是好吃的 每一片都是調情的 扒在你的舌頭上 每一片 那你覺得它是屬於幾歲的少女 大概是在14到16歲 喔 啤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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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 就憑你剛剛那個動作可以報警抓你 你到底在幹嘛 我很愛喔 在我心中有點超越肉骨茶 我每次回來 一定要吃上一碗 一定要 你剛剛在心裡面有沒有偷偷挖了一下 我吃到 醬魚仔的時候挖了 要回台北了 要等下一次了 明年再吃 耶 很多人迷戀的 他的肉 欸他肉真的是優秀耶 如果說這是家常是神機的媽媽做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媽不爭氣啊 你懂我的心痛嗎 媽你爭氣一點就不行嗎 這個肉是好吃的 我吃過 這種的肉 你媽弄了 不是不是不是 外面弄的我媽也不爭氣 哈哈哈哈 兩個不爭氣的媽媽 不爭氣媽媽聯盟 大微美人各 他就是在每一個環節 把它處理得好 再把它們全部組合在一起 就呈現了他這個很家常 可是又嚇死人 讓人家會喜歡愛上一要再要的味道 所以米雲粿到底是早餐還是午餐啊 大家可以米雲粿呢 他是從早上9點半 走右就開始賣到6點 他也可以是早餐也可以是午餐 甚至可以是晚餐 他開始的時候就只賣早上了 所以嚴格上來講米雲粿是八生人的早餐之一 很多時候你居然沒吃湯麵 你也未必會把湯全部喝完 要看那個湯的狀態 那這個湯的狀態是 少女 整碗少女啊 所以八生除了有肉骨茶之外 現在你們知道了 還有一間叫大肥米魂粿